海巡署金门海巡队今日清晨查扣一艘越界捕鱼的陆船 这种拖网船号称海洋推土机所到之处大小鱼通吃 对海洋危害盛大图金门海巡队提供分享 农历春节将借大陆地区海产价格飙涨 金门海域黄鱼白昌等高价鱼类引来大陆鱼船 基于蠢蠢欲动海巡署金门海巡队今日清晨冒8度低温执行护勇专案 查扣一艘俗称海洋推土机的近百顿拖网船明龙于0206号 最后依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扣船并留置8名大陆船员 海巡署金门海巡队表示 今日清晨40时在宅山外海巡翼的PP1039艇 从雷达上发现明龙于0206号在金门南海岸以3至4节的速度往复托网作业 且穿过境 限制水域线进入我方大岩于海域1039艇随即展开搜正及取缔行动 陆船一察觉被盯上 赶紧架船打算逃离金门海巡队也不是省油的灯 立即追赶过一番禁逐终于在大岩于南方无理处追上命船 特勤干员也惊险登船控制船上8名船员 并当场自海中起出一组近30公尺长的抵托网及若干杂鱼 越界与老师正明确旋极压返亚罗港进行后续调查 海巡队干员透露这艘被查扣的近百顿拖网船来自大陆福建省张州市使用极端的抵托 网作业这种抵托于法速由海洋推土机支撑 其所到之处生态瞬间摧毁荡然无存 甚至可能钩断埋涉于海底的电信电缆为害程度重大且深远 金门海巡队冒着危险登上陆船图金门海巡队提供分享